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兵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八十五集 杯子有事禀告 万妖国覆灭于五百年前 佛门率领西域诸国踏平了万妖国 据说最后那场焚三自战里 佛陀亲自出手了 哎等一下 你刚才说了佛陀对吧 许清安本想说 你他娘的确定佛陀真的存在吗 跳出品级之外的只有先佛 但那种人物真的存在 不过许清安没有直接问佛陀真的存在 而是以质疑佛陀出手的语气代替 这样就不会暴露她是个小白的真相 哎呀 反正我的长辈们是这么说的 可信度极高 只要你清楚万妖国的领袖 是什么境界的话 与女子国师有交情的四号问道 一品 一品 哈 阿爹与我说 那是半步武神 半步武神 是说差点就超越一品 成为武服体系的神 许清安吃了一惊 打算回头去暗毒库查一查 另外五号似乎很了解万妖国的历史 他不会就是万妖国余孽吧 这时一只潜水的金莲道长现身了 万妖女皇是半步武神 频道记得地宗典籍里记载 她是一品才对 妖族和舞者是同一体系 哦哟 具体我也不清楚了 毕竟拉死五百年前的事情了 万妖女皇陨落后 万妖国的妖众 持续抗争了一家子 最后只能逃离南疆 但五百年来 万妖国余孽一直没有灭绝 他们拥有很强的邻居力 怀揣着复国的门想 而这一切的原因是 万妖国的公主还在 她是万妖女皇的遗孤 是万妖国余孽的领袖 她是什么境界 这个我不知道哎 万妖国都有哪些强大的妖物 我只知道万妖国的历史 但对于万妖国的现状倒是不太清楚 毕竟万妖国暗中几居是 并不活跃 你这情况最多就是给我科普了历史 对案子没太大帮助啊 许清安无奈的想着 这是二号试探 三号 你问万妖国的情报做什么 儒家与万妖国并无交集 许清安没有回答她 渐入信息 金莲道长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出了点状况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出门捡银子 次数很频繁 这已经不是运气好来形容了 我这么说吧 她什么都不做 光是捡银子 就能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 地宗修的是功德 是否有类似的事情 出门捡钱 而且听三号的说法 并不是纯粹的运气好 而是频频的捡到银子 世上竟有光是捡银子 就能过上富足安康生活的人 地书聊天群 一时间 沉默了 三号莫要开玩笑 功德加身 便意味着福星高照 民民中给予的反馈 是做事一帆风顺 无病无灾 每每都能逢凶化吉 而不会具体为捡银子 小友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功德缠身的人 做事会一帆风顺 但这是一个笼统的 大范围的福气巴夫 而不是单纯的捡银子呀 如此说来 狗屎运般的运气 与地宗的功德 并不是一个概念 一直以为自己能经常捡钱 和地宗的功德是一回事 功德加身 所以老天爷也要赏我一口饭吃 许久没人说话 许清安蹲在 臭烘烘的茅房里 等了半天 才确定这些人又下线了 下线一定要说呀 你们这群没素质的网友 他抱怨着 举起竹台 离开了茅房 把竹台还给店小二 走出客栈 正好有一队打羹人路过 许清安的主动打招呼 有没有发现 几个打羹人摇头 目光看向客栈 我已经排查过了 客栈没有可疑人物 几位同僚文言 断了进客栈搜查的念头 急匆匆的走了 第二天清晨 六号又换了一身寻常的长卦 宽敞的卦子 遮挡住了魁梧的身躯 用旱金裹住大光头 混入早起的房客里 默默的离开了客栈 他在路边的早点 摊子吃了饭 朝着内城的城门口走去 临近城门口 不动声色的打量 发现城门的守卫 比往日多了一倍 更有一位四天剑的白衣 轻光流转的毛子 审视着每一位出城的人 六号混在人流里走向内城 四天剑的白衣同样审视了他 只是稍有打量就放行了 作为佛门弟子 他自然有办法消弭杀身后的煞气 三号为他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若没有那张一页账目 以及客栈的房间 他昨晚绝对无法逃避 四天剑术式的探查 六号一路往东 接近中午才返回住处 这里的房屋大多是由黄土搭建 屋顶盖着破碎的黑瓦 这里是贫民区 六号轻车熟路的 来到一座简陋的大院里 院门的匾额写着养生堂 养生堂是朝廷的福利机构 专门收留官寡孤独 虽说是官办的 但院子里办事的 只有几个老立员 勉强能看住院子里的孤儿和老人 六号以僧人的身份留宿在养生堂 帮着几个老立员 一起打理孤儿和老人 不要一分钱 还经常拿银子补贴养生堂的开支 这十几年来 朝廷对养生堂这类福利机构 越来越漠视 经常连着几个月都拨不下银子 官板机构早已名存实亡 六号刚踏入院子 便有一位老立员迎上来 苦口婆心的说道 横远大师 你可莫要再带孩子进来了 哎 堂内已经解不开锅了 六号双手喝食 贫僧会解决银子的问题 说到这里 六号响起了三号的那位朋友 贫僧也想天天出门捡银子 帮着老立员煮好青粥 分发给老人和孩子后 身材魁梧 肌肉发达的僧人来到后院 后院的柴房里有一只黑狗 走路极为笨拙 但一双眼睛视而透出灵光 黑狗笨拙地走到僧人脚边 抬起黑白分明的眼睛 口齿含糊 断断续续地说道 福如 东海 大吉 大烈 彭远大师 怜悯地看着他 双手合十 低声念诵法号 平远博被杀案 第二天就席卷了朝堂 勋贵集团上下震怒 与勋贵向来不合的文官集团 也很重视此案 督察院御史上书 弹劾魏冤 原警帝狠狠地斥责了 京城武卫的指挥使 以及打更人指挥使魏冤 许清安发现 打更人衙门 对待此案的态度 极为消极 偏听理 许清安喝着茶 与宋廷风朱广孝闲聊 也不用奇怪 那平远博可不是什么好人 我从其他同僚那儿 听了一些内幕 平远博私底下养了牙子 专门干拐卖人口的缺德事 魏公啊 巴不得这些帝国 祖宠死个干净呢 还齿毛打更人 给他报仇 但终究 是落了朝廷的面子 朝堂诸公 不会就此罢休 哎 马上要清查了 死个平远博 没人会在意 过阵子也就消停了 只是辛苦了我们 衙门刚下令 加强内城巡逻 不知道朝堂助攻 怎么对付魏公 他们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走 我们去演武场操练操练 增强些默契 许清安提议 三人浑身大汗的返回偏厅 坐下来灌了两杯水 我去暗毒库一趟 他清澈熟漉的来到暗毒库 对接待贵后的丽元说道 帮我找万妖国的卷宗 丽元进了库房 找来一本 九州地理制 南疆 许清安快速的浏览结束 书中记载万妖国的信息 倒是不少 但都是过去的历史 唯一有价值的信息 是对万妖女皇的描述 九尾天狐 打更人的暗毒库里 没有记载佛陀出手 五号是怎么知道的 这五号属于什么势力呢 许清安心里想着 把卷宗还给丽元 还有其他卷宗吗 关于万妖国的 有是有 不过不再丁靠库房 言外之意是 你的权限不够 许清安点点头 离开了暗毒库 直奔好气楼 他要来一次胆大的操作 以此博取 未冤更多的信任和赏识 具体复稿已经打好 是为通报放行 登上熟悉的七楼 许清安见到了 并角双白五官清俊的大宦官 以及容貌与许二郎 不相上下的南宫欠柔 常年脸部瘫痪的 上司的上司扬眼 许清安大声说道 请卫公秉退左右 卑职有事禀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